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3月20号美国国院公开表示 美国政府承认藏南地区是印方的一部分 并强烈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通过军事手段 推动领土扩张行为 现在看美国力挺印度了 国家公开表示藏南是印度领土一部分 实际就是与中国站在对立面了 美国此时发声明无非就是站在了中国对立面 而藏南问题一直是中印两国的问题 美国突然发声 言外之意就是插手南海之后 再一次要在印度中国的边境问题上要插手了 咱们说要支持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 开始对中国进行捣乱了 藏南问题咱们讲过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 藏南和拉达克都是 我之前谈过毛主席这个 为什么最后是从藏南撤军而死守阿克赛钦 我那个地图里也专门谈过 阿克赛钦呢 我们只要是通过阿克赛钦 直接冲进拉达克 那就是说兵临新德里了 新德里是他首都 他无险可守 而我们费了很多劲 那个拉达克和藏南完全不一样 藏南地带的是什么呢 是野人山 藏南地带那些少民族 这个缅甸和印度交界处 咱们远征军当时谈过 那是野人山 那地方的少民族 就是现在还流行八人皮呢 八人头 头皮啊 所以那地方 咱们说认定是非常危险地区 而那个时候 如果解放军在长期 在那些民族混居的地带 那很可能自己身不由己了 所以把这个麻烦是交给了印度 印度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当地老百姓是反印度统治的 所以现在看呢 毛主席这个想法是对的 就是咱们是居高临下 我可以随时的往下冲下去 但是这个麻烦我们现在不要 而这个阿克赛钦不一样 阿克赛钦保证的是什么 保证的是中国 能够和巴基斯坦 能够确认联通 尤其是阿富汗 尤其是中亚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随时 兵临新德里 所以阿克赛钦必须要死守 而印度现在呢 现在新心念的就是 英国智库说嘛 英国智库说 未来五年内印度要打到喀什 要占领阿克赛钦 然后打到新疆喀什 用新疆喀什占领之后 和中国换阿克赛钦 我觉得这他妈纯属方批 他他妈根本就不配 阿克赛钦 我打到新的理倒有可能 实际呢 在藏男问题上 中方的有言在心 15号中方明确表态 藏男地区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坚决反对 就是他的阿伦纳切尔邦 他现在建了一个伪政权 找了一帮小喽喽 那当地人都是黄中人 跟你他妈印度有什么关系 而且当地人是没有印度公民身份的 当地人是就是不允许去买卖印度土地的 这就是黄中人现在都不允许 拉达克和藏男全部允许 买卖印度土地 我到印度去的时候 在这个印度机场 检查我的护照 进机场 真枪实大 那个印度士兵 拿着枪冲着我 让我交护照 他要查 当时把我当成黄中人 估计是当成他们国内的黄中人了 一点不客气 就差什么了 后来我量明身份 我是中国人 然后他查了以后 然后白手上走了 所以黄中人在当地实际受歧视了 就首先你没有正常身份 你不能像印度人要买土地 你可以想想当地人士 印度人可以在拉达克和藏男买土地 这就明显的就是要同化当地 中方明确表态 藏男地区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坚决反对 印方非法设立的所谓阿罗纳切尔邦 随后印度外交部强硬回应 声称中方正在向印度领土提荒谬主张 中方是有后手 上周我军事代表团访问马尔代夫 斯里安卡 尼泊尔三国 把印度包上 这三个南亚国家地理位置可以看 围绕印度 一个中国很好的战略布局了 尤其是印度向中印边境增兵1万人 我们中方的反制措施也非常给力的 除了三个南亚国家以外 再加上巴基斯坦泰国几乎是整个印度洋 形成一个对印度包一圈了 我们的今日代表团访问 与南亚国家还交货了一些合作协议项目 印度是高度警惕的 当然印度近期还发射了它的猎呼 美国现在又差一架 实际就给印度站台 从各自中国方面看 这也不奇怪 但是美国人现在能够支持印度 也说明除印度之外 现在菲律宾是另一个相拨 教唆菲律宾挑衅 说白他现在就是在把战线摊开 所以就是和二战期间对日本是一个套路 美国人现在明确说藏南是印度领土 那这个联合国有没有这个文件呢 咱们只能说跟琉球是一样的 冲绳琉球是一样的 等于思乡收受 琉球现在是联合国托管 不是联合国托管 是一个主权问题 现在就不是日本的 这是明确的 他有一个托管 谁托管呢 现在日本托管 以前美国托管 现在交给了日本 但是是托管 这个并不是主权 主权人家琉球还是可以独立的 这个莫迪刚刚跑到这个阿务纳切尔邦 就是中国藏南 而且去那个开通的隧道 距离中国这个藏南首府错纳 只有60公里 60公里咱们讲了就郊区嘛 到了中国错纳郊区 然后呢 给一个隧道减彩 这明显挑衅 现在看呢 美国是喜欢坐山逛五斗 不出意外 他又来山风点火了 美国国院声称 这是印度领土 而且是要尊重 要主持公道的意思 当然了 美国在这里 中国从来都是错误的 所以咱们不要看美国人讲什么 美国压根就是 不会跟你讲道理 中国在中印边境争端上立场 我觉得和南海是一致的 就本来南海岛交全部属于中国 中国对它有无可争辩主权的 这明摆的事 但是不管是迎合印度 还是力挺菲律宾 现在看美国的企图已经是 不单纯的是要跟中国过一步去了 而是直接的宣称支持印度 有藏南地区主权 至少有两方面考量了 就是拉拢印度抗中国 这是肯定的 具体上印度在陆地上牵制中国 美国腾出战略资源 可以在海上遏制中国 他们两个手 中国心里也很清楚 美国心里想就是让印度 跟着自己死因塌地对抗中国 所以在这轮中印边境争端当中 美国一直是在背后支持印度的 迎合印度这个立场 军事层面支持包括印军联合演习等等 和印军共享情报等等 就是发现这一轮中印边境爆发以来 印美之间联合军演次数民演增多了 二十年十月 美印两国特务队在喜马拉雅山南侧 首次举行代号战争演习 联合军演 当时演习地点 距离中印边境非常近的 科目是以高原山地作战为主 印媒报道说 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场军事演习 有美军的 另外在中印边境冲突不久之后 印度和中国美国和印度建立了情报共享 就是说白了美军帮助印度指引目标 印军就完成了 美军侦察卫星包括他的所有的态势感知 都给印度提供坐标 就跟乌凯安现在很像 那一旦开战 你打掉印度的侦察卫星没用 打掉印度的态势感知系统没用 你得去打掉美国的 你能打吗 所以印度推销武器等等 利用他的 还是搞地缘战争危机 发军火财 中印边境紧张 如果美国拱和中印边境 简单的一键三调 印度中边关系搞砸了 美国军火商获益了 还有美国借机把俄罗斯装备 从印军里面剔除掉 最近莫迪正在访问布丹 实际就是中方和布丹即将签边界协议 然后建交 可能印度现在明显感觉到自己无法控制布丹了 或者说布丹现在有问题 所以现在美国人就给印度加码 但是中国我谈了一切 中国并不担心 因为布丹现在你印度越关心 我不担我越着急 当年西津被吞并 现在西津国王变成 不是国王 西津的 等于是普通的 这些 咱们说 既得利益者 统治阶级 就变成印度议会的意义 说白了 原来我是国王 我可以定法律 现在我得遵守你印度法律了 你想想 他们等于是 是什么降了一个急 这布丹国王不想那么干 对于领土争端 中国是坚定的谈判为主 但是如果 需挑衅 那中方当然是要出手的 所以很显然中方是在 是在为边境冲突做准备 但是咱们之前讲过 这个冲突可能只限定在边境范围内 因为印度就没有能力 在藏南跟中国爆发全面大规模的战争 因为这个稀里古里走廊 印度是非常麻烦的 他非常明白 藏南地带他守不住 而且当地有解放军 不是咱们中国解放军 是印度的共产党组织的解放军 现在正往中印边境集结